也是110年乔委会海外青年远距华语研习班 印尼班和全球秘籍班华语教师 然后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他的课程教学设计 学华语向前走的第三册第十课文化周 我们欢迎他 哈喽大家好 李会长各位敬爱的华语教师 还有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詹柯瑜 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 能够参与这次第七届全美中文学校总会所承办的 中文传承教育国际研讨会 课程教学设计分享 好我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这些李会长 我目前任教于密西根安纳堡中美学校的华语教师 还有非常的荣幸也可以担任 乔委会的海外青年远距研习班的 话语研习班的老师 然后目前也是乔委会的新闻志工 然后我也担任密西根州音乐教师协会 SAT考试的评审老师 还有密西根长笛和周乐团的首席 然后我的工作是在密西根安纳堡地区 担任长笛和钢琴教师 那我来美国之前呢 我是新北市三重市的重阳国小音乐教师八年 我毕业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音乐演奏研究所的 长笛演奏硕士 还有台北市立教育大学艺术人文研究所硕士 我的大学是在国立台南师范学院音乐教育学系 学士长笛和钢琴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边和大家分享 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是教案设计 那我是主要是要以学华语向前走 第三册第十课文化周作为教学范例 身为一位教师 只要您有需要设计一堂课 最担心的一定是我要怎么开始 我要讲什么 这堂课要怎么设计呢 好 那现在呢我想请问各位老师 您觉得在设计课程教学最重要的项目为何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chatter论 你们可以答一下 你们觉得在设计课程教学最重要的项目是什么呢 学习目标 谢谢Jessica老师 对学习目标很重要哦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谢谢阎老师 知道学生的程度与要求 课程学习设计的项目呢 它可以分为一开始我们要设计的领域的课目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是中文课 然后接下来还有 实施的年级 依据学生的年纪 还有单元名称 时间配当 还有课程教学目标 对学习目标 还有我们是教语言的语言语文的领域核心素养 然后还有我们现在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使用非常多的线上的教学媒体应用 还有议题的融入 还有评量标准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教学活动内容以及实施方式 好那今天呢 我要为大家报告的是 教学活动内容是以 我们刚刚说的是学华语向前走的 第三册的第十课文化中 好那现在开始我们活动的导入 我会播放交唱茉莉花歌曲 就是做一个暖声引导动机 那我会事先在Flip Grid上面录制歌曲 以及简易的动作 提供学生们在课后非同步的学习可以使用 好那在课堂上的时候 我也会放这个Flip Grid的音乐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这个Flip Grid的 好这个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会播放给小朋友观看 然后我会一边示范教学 好我们先看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都会比动作咯 小朋友你们都好吧 那我们现在要跟着一起唱了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芬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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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学生呢会一起跟唱 然后做动作 那他们之后回家的 这个学习单的功课 他们就要录制Fillip Grid 好那我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这是我的学生 送给被人家 茉莉花呀茉莉花 好棒 对这是他们回去的功课 那我们在Fillip Grid上面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各位同学 他们每个同学自己所有的录音 然后可以互相分享 然后可以做comment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Fillip Grid的 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使用的一个 引导动机跟回家作业的 一个APP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看教学活动 接下来要开始新概念的学习咯 我们要引导进入课文里面的词汇 所以我们会使用食物或影片 介绍课文中的物件 例如我们在这个文化周里面 我们有提到毛笔 那老师就会 我们可以使用食物的显示 毛笔或者是彻灵 那学生家里 也许他们就会有这些东西 让这些词汇 还有物品能够跟生活做真正的连结 那我们这个课文里面呢 还有讲到筷子 箭子 草米粉 那我会利用Drambo 让学生练习物件搭配的概念 好 这个下面这个是一个Drambo的练习 然后这下面有一个link 如果老师之后有兴趣可以看 好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用图片 用图片让学生 因为图片是一个最直接的印象 让学生可以做文字的连结 就用筷子夹豆子 他们就可以做一个配对的活动 好 写书法这样子 那每一位同学都会有一张Drambo 那老师端呢就可以马上可以看到 学生所做的答案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好 那接下来下一个是 等一下 再试一次 不好意思 我的 心 走不见 你们这边看不到 对不对 好 关系 我们看一下 OK 看到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是 课文 好 我们就融入了课文 然后 带领学生朗诵课文 并解释其内容含义 并将本课生词语 用不同的颜色标注 学生可以自行圈选在课文上 并且能清楚的跟读 好 所以各位老师们 你们可以看到 老师端的部分呢 我们是用 如果是 如果在线上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PDF导 然后让课文可以显示 在荧幕上和 同学们分享 然后每一个生词 我会用不同的颜色做标注 那这样子学生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们现在学习的是 什么样的声词啊 或者我们曾经使用过的词语 那在学生的部分呢 如果是在课堂上课 他们可以直接圈选在课本上面 那如果是在线上上课的话 他们可以 我会做 如果他们没有课本的话 他们 我会把它们做成在Jumbo上面 每一位学生就可以很清楚的跟读 并且做圈读 我们可以看到 像在这张图片上面 爱玲同学呢 她是用框框来做圈读 那老师端也可以看到 学生是不是有跟着老师的念读 然后再做圈选生字 我非常注重课文的念读部分 因为课文是每一课的精神所在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同学呢 都能够很清楚的 而且理解课文的内容 那你看有些同学呢 他们是用highlight 就是小林同学 或者是圆喜同学 那或者你可以用画线的 同文同学是用画线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阅读完课文之后呢 我会利用这个转盘 搭配音乐 然后随机抽签学生 轮流朗读分段课文 好 这个app也很有趣 我来分享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那为什么会喜欢用这个呢 因为这个转盘呢 它里面有一些音效的使用 那我们在课文的朗诵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加入一点小小的音乐 然后润滑一下上课的气氛 我的学生非常的喜欢这个部分 就是抽签 因为抽签的时候很紧张 然后可是又有音乐的搭配 好 我们这个winner 然后这位同学呢 他就要负责念读 每一分段的段落的课文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答我们的powerpoint 好 OK 然后呢 之后我会提问检测学生的理解程度 例如说 在这个课文里面呢 在文化周的时候 张力要介绍什么 东明呢 大文呢 新美呢 友朋呢 确定学生能够真正理解课文里面所描述的词句 好 接下来是汉字教学 我会设计每一个生字的笔画顺序 部首和注音在jembo上面 让学生可以在电脑上描绘笔顺 然后再书写在学生的白板或白纸上面 所以呢 我会做成这个空心的部分 然后学生可以按照笔画顺序来做描绘 我觉得那个文字的笔画顺序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他们在写这个顺序的时候 可以理解这个部首 而且呢 因为知道笔画的顺序 就比较不会说 少一撇啊 或是多一撇 所以我在教学上面 也非常重视这个学生的笔顺的部分 好 那写完在电脑上描绘完之后呢 我会请学生 直接写在他们的白板 或者他们的白纸上面 然后呈现在萤幕前面和老师分享 那如果有一些笔画错误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 不是错 笔画就是 如果他写的字有错误的话 我们可以做及时的更正 好 这个是我们写字练习的部分 好 接下来汉字的故事 透过影片的介绍 让学生理解汉字的来源和故事 并且增加学习中文的趣味性 在这个YouTube里面呢 他有很多的 每一个字的介绍 然后这个字里面 他会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还有有关象形文字的演进 所以可以增加学生增加 他们在学习中文的一些趣味 好 那接下来 重新组合句子 那透过了生词生字的介绍 还有课文的朗读 那相信学生在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对课文的内容 已经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了 那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 重新组合句子 嗯 不知道各位老师 有没有教过这一课 你们知道这答案是什么吗 有没有老师 想要试试看 你可以打在您的chat room哦 好 那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我 什么 都 不会 啊 好棒哦 谢谢 那个 习老师 还有严老师 谢谢 好 我什么都不会 很棒哦 那再一个句子好吗 这个句子是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要教大家 怎么用筷子 夹豆子 耶 你们好棒哦 大家都好棒 好 谢谢你们 好 然后接下来是句型的练习 在句型练习 练习之前呢 我们会再复习一次 我们这一课主要讲的写书法 炒米粉 扯铃 用筷子夹豆子 还有踢剑子的练习 好 那这个练习呢 我们是用连连看 让学生可以直接连连看 加深他们对于这些词句的印象 好 那我在这个课程设计里面特别强调 在这课里面的教学目标 学生他们必须要学会四个句型 就是除了还 还有怎么办 还有就好了 还有什么都 那在这个句型的练习 各位老师你们可以发现哦 就是它总共会有四个句子的练习 那第一句跟第二句呢 都已经是完整的句子 但是会在中间我们想要 我们要教小孩子的那个词语里面 是用红色的字显示 例如说妹妹什么字都不会写 那我们在朗诵跟讲解的时候 特别强调什么都 那或者我们说老师你想玩什么游戏 文文说我什么都想玩 那接下来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填空 那学生可以自由发挥 像例如这一句 他说妈妈妈妈什么运动都不喜欢 好 那这个是在线上的时候呢 学生如果在jembo上 他们如果会打字的话 他们可以用便利贴来打字 那如果年纪比较小的同学呢 如果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打字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这个有一位同学是用手写的 他可能就需要透过iPad 或者是他的手机 那也会有书写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总结统整本课的学习重点 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加分秀 我会运用Quizlet的闪卡 以及团体游戏 还有BookIt 还有GymKids的游戏比赛 来鼓励各组学生 快速认读所学的汉字 那我们每一个活动呢 主要的中心目标 都是要和我们的学习重点 都要做连结 所以玩游戏的部分很好玩 可是不要忘记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其实主要还是在学习 所以每一个游戏都是有目的的 那在Quizlet里面呢 它有Freshcard 就是左上角的这一张 它是一个你可以翻转 然后让学生可以快速的复习 刚刚所学所有的生词 然后之后他们可以到Live里面 会有团体的游戏 那这个部分你可以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学生他们学习的状况 然后再来是在右上角的 这个BookIt BookIt里面呢 也是一个团体 可以一起游戏的 有关生词的部分 下面的GymKids也是 就是透过这些游戏 不断的反复练习 让学生可以加深对于这些生词的印象 那这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使用这些游戏软体的图片 好 然后接下来是课后作业的部分 课后作业呢 我会设计Classkick 透过录音阅读 训练学生认读 以及书写汉字的能力 那我今天分享的这个是 学华语向前走 所以呢这些是在学华语向前走的 BookBook 就是它的那个练习本里面的 现在可以跟老师们分享一下 我做的这个 Classkick里面 这Classkick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软体 它可以让学生回家的作业 可以真正的做到的 它的那个念读部分 好 因为有些非华裔 非华裔的家庭 那他们其实不是很会念跟听 那他们如果要自己去找这些CD 有时候也找不太到 好 例如说 我们解释一下 像这一段 这老师说 这个是我讲的 下个礼拜是文化周 你们要介绍什么 好 这个是老师的部分 那学生听完以后呢 他们回家的作业 他要录音 对这是学生念的 对 这是学生念的 你们要介绍什么 好 这个 这个Classkick 它里面有非常多 录音 还有你可以听 然后可以录的功能 学生 透过这样子的练习 在听和说的部分 会有非常显著的进步 好 这个是有关作业的部分 好 接下来 OK 我们继续 好 这是课后作业 好 就是 所以每一次上完课之后呢 在整课 课 整课的课程结束之后 我们都会有一个 Classkick的作业 好 好 最后呢 我想要把这句话送给 在座的辛苦的华语老师 老师将一粒一粒语言的种子 播种在孩子们的心中 有一天 中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在座的华语老师 你们辛苦了 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 努力不懈的 在华语教育的工作上 努力的教学 谢谢你们 然后在这里呢 我要特别感谢 全美中文联合总会 在疫情期间 举办无数的线上讲座 还有学生的才艺竞赛 谢谢你们 然后 让所有的华语教师 能够得到很多的研习 以让很多进修的机会 还有我要谢谢 密西根中文教师联合会 还有安纳保中文学校 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忙 还有 我也要特别感谢乔委会 乔委会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举办了很多场的教师 线上培训 那我自己参加过了 第四T次的远居华语教师 演习营 还有海外民族文化种子教师 培训营 那谢谢你们 我在这个演习营里面 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华语教师 很高兴有你们一起 来为华语教育 努力 然后奋斗 好 谢谢大家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谢谢 谢谢